在印度急速飙升的新一波冠病疫情 无疑是世界各国的一剂警钟 世界卫生组织警告放松防疫措施 允许大型聚会加上变异病毒来袭 还有缓慢的疫苗接种程序 随时会在任何国家形成大流行的完美风暴 与此同时多个国家的紧急物资 目前都陆续送达水深火热的印度 然而匮乏的医疗物品 尤其是氧气筒 早已在境内各邦引起资源争夺战 正当印度沦陷在新一波的疫情之际 千里之外的欧洲各国 眼见接种免疫程序开始见效 纷纷打算放宽防疫措施 允许各种群聚活动 然而世卫欧洲负责人克鲁格 却泼下一瓢冷水 提醒这么做的后果 将让出现在多个国家的变异病毒有机可乘 最终形成疫情逆袭的完美风暴沦为另一个印度 克鲁格提醒欧洲国家 从个人到社会的集体防疫措施依然重要 尽管数据显示各国境内的新病例有下降趋势 可是在区域间的传播率还是高居不下 根据世卫组织汇报 目前有18个国家和地区发现流传自印度的冠病变异病毒 而目前专家对它的所知不多 各国必须保持谨慎 镜头转向印度 来自40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阿联酋、澳洲和日本的紧急医疗物资 已经陆续运到 希望及时解救当地严峻疫情的燃煤之急 这些数量成千上百的物资 除了印度最需要的氧气筒、制氧机和呼吸器材之外 还有至少100万只快骰试剂 以便尽快检测出确诊者 印度外交部长辛格拉形容 国际这次对印度的支援可说是史无前例的庞大 过去24小时内 遭到变异病毒肆虐的印度 再度暴增38万5000宗新病例 更有3500人死亡 不断刷新每天的疫情数字 虽然各国不断投入物资 可是对患者家属来说恐怕还是杯水车薪 从氧气筒到救治的医生无意充足 民众唯有上网自学保命 从氧气筹到家属来说 12至1.30 没有任何人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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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 短缺的氧气设施 早已在印度各邦之间造成资源争夺的困境 供应氧气的机构更呼吁当局不要厚此薄笔 应该对所有国民一视同仁 严重缺乏的不只是氧气 如今就连火化病患遗体的木材都不够用 火化厂被迫使用人为干枯的湿木 再浇上汽油点燃才可以焚化遗体 情况惨不忍睹 尽管印度政府宣布从明天起开放所有成年国民注射疫苗 但疫苗供应同样不足 全国13亿人口之中 目前仅有一亿五千万人获得接种 进度缓慢